大家好,我是阿嫂娜,大家也可以叫我Sandra 那之前就是,其实我算是二代的坑主,还是之前坑主他有一点忙 所以今天也是带着一个线提案,是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情 也因为现在刚好疫情关系,蛮值得超前附属看快的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觉得到时候可以去打疫苗的人会越来越多 像现在就是那前11类,然后中间会一直在加大一些各式非常不同的资格的人 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大家就知道新闻上都说你可以去后部去排队去打那些环境嘛 那越来越来越多人,因为所有的其他人当我们疫苗过多的时候就可以全面开打了 那我们就觉得说,要是在我们力量所值的地方 我们希望可以尽量的减少让人不去打疫苗的原因 就是你如果把这当成一个流程去看的话 就是你想要去查疫苗,你去查疫苗就是你愿意去施打这次的一个步骤 有一点像是,如果你因为你比较商业的方式去讲它的话 就是它的转换率到底能不能好一点 其实都是让我们的施打率越来越高的一个原因 那想谈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可失利的范围内 其实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们的公布 我们之前也有跟一些政府上官单位去聊过 那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不管是疫苗的预约系统啊 疫苗资金的各种更新啊 其实都比较偏向我们碰不到的东西 那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有没有 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东西好像是资讯的收集 然后更好的资讯的呈现 是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呈现什么给谁 这个让人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其实我们聊了一下 他觉得说,可以是青壮年 因为其实青壮年还是是我们总人口里面 已占蛮大的一个人啦 那昨天晚上就是听到一个在公家单位工作的一个伙伴 他今天也有在现场 他说其实他现在做的其中一个研究是 失打率可能拉不上就可能就是这些人 然后你也可以想象 要是这些人真的全部打的话 我们就是保持下所有国家的失打率 那不去打疫苗原因 其实我们蛮可以去直接想象 就是因为这个人懒 他可能懒得去查 这些数已经符合资格 懒得去搞清楚哪里可以打疫苗 懒得去知道哪里有哪些时段 甚至是懒得去找那个预约的管道 那这些要是全部都整理出来的话 搞不好就这么 刚好让一些人就愿意去打疫苗了 那原本的目的也是左边啊 我们新的网站目的是希望就可以再更简单一点 就是帮忙去辨别失打资格 那以后资格越来越扩大的时候 其实就不大需要 那就是让人简单判断哪里什么时候还可以预约 那以上说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可以好好讨论 可以怎么去收集歌音乐的资讯 然后去怎么去让人更了解 这个失打每天都在变得失打第一格 然后甚至进行一些 网页设计的前置作业 那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人 其实就都可以你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设计师 所以当有太多 甚至是 好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人 那也谢谢大家